各位朋友 胡锡进可能是醒了 改好了 你们能信吗 那个油粉丝给我发来了一篇文章 浩克你快看看吧 胡锡进说的对不对啊 前两天的时候我给大伙说 胡锡进呢被中国的网友快骂话了 你知道吗 现在说什么都不对了 一骑墙就卡着弹 是吧 所以胡锡进呢 可能是给骂醒了 胡锡进是这么说的啊 他说呢 美国呀 下一步将死磕中国 再通过原无法案之后呢 拜登政府更大的野心 就是要跟中国死磕 众议院通过了600多亿美元的 援助乌克兰的法案 由于部分共和党议员的背叛 很快的通过了该法案 新一波的美国军火 将会很快的涌入乌克兰 泽连斯基呢 感谢美国乌方士气大振 拿到国会通过的原无法案 指示拜登政府重塑乌克兰战场形势的 行动之一 美方正同时加大对中国的压力 布林肯24号访华 有媒体称 阻止中俄贸易是他此行的首要目标 美国的西方舆论近来大肆宣扬 中国正在帮助俄罗斯自苏联时代以来最大规模的军工能力的扩建 美国的官员称 如果中国对俄出口继续填补俄罗斯的军工生产的关键缺口将对中美关系产生影响 目前俄罗斯的战场形势非常有利于俄罗斯 不仅美国整个西方的民意在原污问题上发生了动摇 不希望乌克兰成为本国政府援助的大漏斗无底洞 但是以拜登为首的西方政治人物对打赢战争非常坚持 他们一方面尽力维持着雪原污的节奏 华盛顿安排600多亿美元是大头 与此同时他们希望用制裁瘫痪俄罗斯的战争能力 但是俄罗斯的军工工业迅速的恢复和扩大 以及俄罗斯经济的逆战争的复苏 很令他们沮丧 美国官员散步 这完全是由于俄罗斯背后站着中国 美国的官员对西方媒体抱怨 中国对俄提供的包括机床无人机 涡轮喷气发动机 巡航导弹技术 微电子技术和消化纤维素 而一旦失去这些支持 俄罗斯的军工扩张将难以为继 所以他们在下一步努力说服中国 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 他们希望通过发布这些信息 鼓励欧盟国家在向中国施压方面有所作为 另外西方媒体报道称 美国和英国对俄罗斯金属的制裁 一再巩固中国作为俄罗斯关键的大宗商品最后买家的地位 并增强了上海作为全球经济关键材料定价地的作用 他们声称伦敦金属交易所对俄罗斯生产的铝铜和链的禁令 让上海期货交易所成为全球为一家 接受俄罗斯出口这三种金属的主要的大宗商品的交易所 中国在关键材料上获得了折扣并用人民币支付 同时增强了人民币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 西梅还宣扬 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取得胜利 美国将追究中国的责任 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坎贝尔称 俄罗斯的胜利是不可接受的 将改变欧洲的力量平衡 美国不会把这看作是俄罗斯的单独行动 而是在中国朝鲜支持下的联合行为 由此可见 在排除了通过援武法案的障碍之后 华盛顿势必接下来发力 用于阻挠中国对俄的贸易上 中国维护对外的贸易主权问题上 将面临与美国的博弈和斗争 中俄贸易2023年达到创纪录的2400亿美元 但是中国没有向俄出口任何的武器 而美国和欧洲将大部分原物资金 用于公开购买本国生产的武器 并运往乌克兰 这有着本质的不同 美国没有收集到中国对俄罗斯出口武器的任何的把柄 于是转为追踪中俄贸易的细节 除了质疑中国增加对俄能源和金属材料的进口 使之绕过了美西方对这些商品的抵制 同时指控中国对俄出口可以用于俄军工生产 如果按照这个逻辑联想去 那么整个的中俄贸易都成了有罪的 美国对霸权的肆无忌惮 运用的是适可忍 孰不可忍 你看了没有 胡维进说的全对 我没有什么意见 胡维进现在也转性了 前两天还说美国不能是敌人 现在完全都变了 然而拜登政府必须清楚 美国对华的施压工具是有限的 华盛顿已经将大量的中国企业列入了制裁名单 它进一步的制裁又有多少效力呢 美国严控对中国出口芯片 但结果今年第一季度 中国成熟制成的芯片的产量同比大涨了40% 这令美国很多的业内人士忧虑 担心中国的芯片生产能力会在美国的刺激下不断的激增 逐渐挤压美国和西方公司的盈利能力 另外俄罗斯的能源部的副部长接日表示 俄罗斯和中国就价格达成一致以后 将签署西伯利亚力量二号管道的建设协议 极大的扩大中国能源进口的多元化的格局 美方今后更难通过控制印度洋和马六甲海峡 这条关键的能源通道来对中国实施战略威慑了 周六美国的众议院同时通过了四项法案 其中一项要求TikTok剥离中国元素 这个乌克兰将是拜登的关键项 不过布林肯来中国议题是多样化的 他的访问是增加两国高层交流的一部分 总体应该有助于中美关系的缓和 至于双方如何就中俄贸易问题交流 这是中美处理两国关系不可避免的又一回合 你看最后胡锡进还得需要骑一下墙 他这个骑墙骑成了习惯了 不过前面说的那些都是对的 不过布林肯这次去中国访问肯定被反复的抽耳框又被送回来了 不可能缓和 那位说了那胡锡进说的这些中美两国要摊牌了 美国现在实力怎么样呢 咱们先从民用 美国工业的空心化 我给大伙说了几年了 咱们先从民用来开始说 咱们先从民用来开始 货币的货币的货币在中国 为什么是那一个好意思 我们没有 那为什么你做的 为什么你阻止了 货币的货币在美国的美国 我们不是 你为什么你关了 货币的货币在这些国家 在这些年代的 225,000里面的货币在民主上 货币的货币在美国的货币 货币的货币 货币 货币 我认为它是货币的货币在这些国家 还在这些货币的货币 你还在货币的货币 美国的议员啊 也是知其然不知所以然 美国的生产成本多贵呀 工会多厉害呀 我自己去挖矿 我还不如买呢 是吧 那电动车 技术现在都掌握在中国手里边 我不向他们买 我生产的出来吗 这是民用啊 咱们再说军用啊 根据中国的这些军迷啊 透露 说世界上能造大规律水面 战舰燃气轮机 只有中国美国英国 俄罗斯乌克兰原来也能 但是现在不行了 美国的LM2000 一直以来是世界最先进的水平 装配了两台LM2000的驱逐舰 叫阿利伯克三行 装配了四台LM2000的燃气轮机的 单台2.5万马力 动力10万马力 排水量9000吨 最高速度31节 是吧 中国怎么样呢 055大驱 装了四台GT25000型燃气轮机 单台3.6万到3.7万马力 动力15万马力 排水量12000吨 最高速度35节 看见了吗 中国现在的燃气轮机 比美国的动力大了将近50% 你看了没有 而且055大驱的重量 比美国的最重的驱逐舰 要重出20%去 30%去 而且跑得比美国还快 看见吗 这就是中国现在在军用舰艇上的 动力方面的重大的突破 现在2023的珠海航展上 最新的TJ40燃气轮机 最高输出5万马力 是美国的两倍 要用在最新款的055B上 要实现全电驱动 还想搞电磁武器 牛逼吗 各位 咱们再说 这个 这是解放军 在战场上的无人机器狗 上面有无人机 下面有机器狗 这谁受了啊 在草丛里趴着就过去了 还能上面还有那种什么狙击枪 可以实施斩首行动 而且还能探测你的 你的阵地的啊 这个坦克在哪 防空在哪 马上定点摧毁 这谁受了啊 而且 中国的雷达技术 获得了重大的突破 根据中国军迷的 刚刚的披露 又披露了 南华早报 这个老是报道中国的先进的技术 我也不知道 他脱密没脱密啊 就这么报道 南华早报 最近的报道 我国在军用相控阵雷达领域 又取得了一项新突破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的高级工程师 胡彦生领导的团队 在固态电子研究与进展上 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 揭示了中国在射频 供放原件方面的最新成果 该团队使用新型氮化加技术 制造射频供放原件 其制造的供放芯片 仅有手指大小 却能产生峰值功率 达到2.4000瓦的 X波段雷达射频信号 我们知道 但画家作为一种 宽进带化合物半导体材料 具备近带宽度大 击穿电压高 热导率大 开关频率高 以及抗辐射能力强等优势 因此 能用较小的体积 实现较高的电压耐受能力 比起传统硅基材料 但画家材料 成为了电子产品轻量化的关键材料 因此 弹化家材料 也被广泛应用于军事领域 目前 世界上的传统战斗机 采用的有源相控阵雷达 每个T2 发射和接收 模块的射频 共放原件封装 通常是四合一的 而最先进的指标 每个射频 共放原件的封装功率 只有几十瓦 整个模块的射频功率 也仅仅200瓦左右 然而 中国电科集团在这篇论文中显示的技术 已经将发射功率提高到了2.4千瓦 比目前最先进 T2模块几乎提高了两个数量级 如此高性能提升 将使得未来中国雷达的探测性能大幅提升 那么 如果使用这样的射频 攻放原件的有源相控阵雷达 到底能比传统有源相控阵雷达 提高多大探测距离呢 按照雷达的工作距离公式可知 雷达的工作距离 与其发射功率的四次方根层正比 也就是说 如果发射功率提高100倍 雷达的工作距离大约可以提高3倍 举个例子 我们以目前中国出口型歼10C战机 所搭载的有源相控阵雷达 探测距离200公里来计算 如果安装新型射频攻放原件的相控阵雷达 其对空探测距离将会达到600公里 这在与传统雷达战机进行空战时 将会占据绝对优势 当然 受限于飞机自身的输出功率 以及无法及时散热等因素 在战机上可能无法达到那么高的探测距离 但如果将这样先进的雷达安装在设备空间 和电力储备充裕的海军舰艇和陆基远程雷达上 那么其发挥的作用将会是巨大的 据研发人员介绍 在采用这款新型射频攻放原件后 我国新一代的有源相控阵雷达 将能够产生30兆瓦的信号功率 足以探测到4500公里之外的目标 设想一下 如果在055型大区上安装该款雷达 能将对空探测距离大幅提高三倍 那么敌军战机远在数千公里之外的行踪 都将被中国航母舰队掌握 而且中国电子科技集团不仅在射频攻放原件方面取得了突破 他们的磁信号处理器 DSP技术 两两天的时候我给大家报告了 说中国现在通过新型的一种阵列的算法 可以把美国的隐形战机的信号扩大6万倍 再加上三倍功率的这种相控阵雷达 你说如果是美国真跟中国死磕的话 那死的将是谁呀 点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